而在花林南区,玉里景分局为了维持玉里、富里、浊西地区的交通顺畅 也针对辖区内各重要路段、景点还有火车站前加强了交通疏导措施 109年中秋节连续假期来临,今年总共有4天的廉假 玉里分局为了要维持玉里、富里、浊西地区交通顺畅 针对辖区内各重要的路段、景点以及火车站前加强交通的疏导措施 本分局为了让游客能够顺利在本辖旅游,特别有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也请各位来本辖旅游的游客遵守警察的指挥 另外60淡山以及赤克山下山道路,因为道路非常的陡峭 警方也呼吁游客上山前应该要确实的检查车辆基建性能是否正常 山区的道路狭小,弯道也多,下山的时候请务必打低速挡 随时要注意上、下山的车辆以及道路状况 相互礼让以为行车安全 另外,目前金针花季虽然已经结束 但是在本辖的60淡山及赤克山能有美丽的金针花可以欣赏 也请想要前往欣赏的游客,上山时请减速慢行 下山时请切换低速挡,能够有效的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为了确保中秋节连续假期的交通行车安全跟顺畅 预理分局在台9县、花193县到台30县、安通等重要道路 采取分区、分段、热时、热点等交通策略 并且也提醒用路人请依限速小心慢行 记者高双双玉里采访报道